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进党现在是下任总统赖清德 然后一个民众党就是柯文哲 大家对这三个党主席都耳熟能详 那到底台湾的政治人物当然有很多很多 那比较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们所握的大权的政治人物 排阳榜到底是如何 最近我们根据一份民调来跟大家好好谈一谈 好2014年的政治人物民调排行榜 这个人竟调到实名之外 到底是谁呢 好你们来猜一猜 好可以在下方一连 我们来看些 好TVBS全国主要政治人物声望调查 113年3月4日到11日 这个那个周期的话呢 就是今年月初的时候 三月初的时候 卢秀苑来到62% 陈吉迈来到57% 蒋花有56% 韩国语有48% 赖清德有43% 你们前面发现前五名差距性还蛮大的 第二名跟第三名只差一个% 韩国语来到48% 但是赖清德居然掉到43% 他排居第五名 好所以呢 未来的赖清德总统要加油咯 好 何有余是42% 那跟赖清德差不多 何有余选苏哦 他现在民调还有42% 蔡英文只有41%了 好那你看蔡英文落到第七名哦 黄伟泽有40%耶 然后呢张善政有38个% 陈建仁还有36个% 来看看前十名 谁调出十名以外呢 来我们在这边呢 没有看到朱立伦 没有看到什么 党主席只有一个 赖清德民进党党主席上榜 国民党党主席没有上榜 朱立伦没上榜 另外一个 民众党党主席 柯文泽居然掉到十名以外哦 来接下来我们看 好民众党主席逐渐失去影响力吗 柯文泽在竞选总统失利以后呢 满意度大幅下滑17个百分点 降至31个% 他现在满意度只剩31个% 来我们翻到前一页 第十名还有36哦 陈建仁还有36 他居然输给陈建仁 张善政都还有38哦 桃园市市长 王伟泽呢 也有40% 他居然掉到 来下一页 掉到31% 差这么多了 排名第十一 而不满意的比例为56个% 会不会太高的一点 那56个%增加两成五哎 太可怕了吧 那此次调查 十三位政治人物中最高呢 柯文泽是否逐渐失去影响力 还有戴观察 他现在呢 是这个呢 不满意的比例来到56% 是所有政治人物当中 最高的不满意 我是觉得他应该要坚定的意志力 因为柯文泽呢 让人家觉得呢 他为了他的党 或者他个人的声望 然后呢 有时候呢 走摇摆路线 就是吹东风往西岛 吹吹西风往东打 我不能说他不对 但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这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呢 来我们继续看 好 敬陪莫座 前总统马英九在总统大选时 为国民党候选人活用于站台 对其对十四级两岸关系的看法 受到外界重视 声望是三十 排名第十二 他在呢 柯文泽的后面 前总统 他排十二名 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满意度为29个%而已 好 虽叫上市调查21提升8个百分点 但排名人居墨 有52%表示不满意 你看柯文泽有56 那朱立伦现在呢 52个科学都超过一半以上人 不满意这两个政治人物 那是很惨的事情 好 那么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心中要想一想呢 到底这些政治人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好 我先讲一下 党主席好了 那金德现在在520才要接任 所以他现在呢 应该忙于呢 这个国家大事 比如说安排人事啊 或者安排一些呢 这个八大部会的首长的变动啊 甚至他要留任的人啊 他可能要经过一些考察吧 那另外的话呢 他要扳回他自己的声望 因为他是 应该说他现在算是 很多人都讲他是 拜他总统嘛 就是立法院输掉了嘛 那不是 不是像以前这样 可以呢 就立法院 就可以 都是由他掌控的 但现在没有办法 所以呢 他必须要好好地布局吧 所以我们最近很少看到他 有什么样的行程 也很少看到他 有什么样的发言 那甚至没有什么采访 那接着下来呢 520马上到了 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好 那蔡英文在这个末段班呢 他过来毕业之前呢 还会有什么动作吗 我们上个礼拜呢 看到了蔡英文呢 基本上呢 是对着柯文哲的招手 他想的就是那八个立委嘛 其次嘛 还是为了赖清德着想呢 立法院呢 可以因为柯文哲 他对柯文哲的招手 就是现任总统蔡英文对他招手 能够让立法院更顺遂吗 有待观察 我们继续看 好 同时北京正积极邀请呢 台湾另一个重将机 政治人物来访 可能这样与习近平会面 到底是谁呢 好 以前我们知道马英九时代呢 都是呢 有副总统 那他现在身体也不好 那马英九当然他不能出访 但现在卸任以后呢 已经经过将近八年的时间 那么还有哪一个政治人物 有这样的分量呢 习近平就要接近他呢 我们继续看 接下来 好 接前三名共同点 资深媒体人黄伟翰表示 三人的特性是反感度比较低 没什么争议 陈吉派虽然在高雄市 但没有批太多国民党 他没有批评国民党 那卢旭院和讲话 在台中跟台北受到很多翻译 对民进党也没有出重手 就上述几分分析 黄伟翰认为 台湾选民喜欢有做事 讲话不太大声 不会骂人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民的共识 会不会做事呢 大家张着眼睛在看吧 那本来就这样 只有密起罢有人 现在是真有密起青油人 一样是这一摊米 这一锅米 但是千万种人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 那你要说他主张不对吗 也不一定 除了危害到全民 是不是 如果这些主张 这些政治人物 这些大政治人物 危害到 他的主张危害到全民 那当然大家会塌华 但如果不是危害很深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还能够皮绷紧一点而已 来接下来 六都市政满意地调查 3月2号到3月8号 台中市长还是70.8 简直就是一只独秀吧 高雄市长陈希脉也有69.9 所以高雄市长陈希脉最近到底有什么样作为 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基本上来讲 他支持度还是算挺高的 高雄市长这样子 陈希脉市长张三汉也有69.6 两个不妨多让 所以这两都来讲的话 六都里面这两都算是买意地很高的 台北市长也不错 65.9 蒋万安 蒋万安他也不太会去得罪人 当然他的知识是蛮好的 我觉得得罪人基本上对他也不利 因为只会增加负面的声量 新北市长活有以下61.8 台南市长黄伟哲有48.5 但48.5跟61.8 这基本上来讲的话 黄伟哲还是需要努力 我们可以看到黄伟哲最近台南做了很多活动 甚至在电视上做广告 那么这六都的市长 现在六都只有两都 陈希脉第二的跟第六的黄伟哲 高雄跟台南的市长是他们两个在就任 所以其他的都不是民进党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也期待新任的总统有新的座位 我们希望赖清德真的上任以后 我们期待他有新的座位 虽然大家现在痛恨的就是说 你八年了 那台电明明就是多在赔钱 为什么不在蔡英文任内 涨电价 但是现在开始出来了 就是已经把话都说出来了 就是说确定会涨电价 那经济部长王美花 他说确定是电价涨定了 然后劳健保的挂号费也涨定了 某些药品也涨定了 那另外的话呢 好 会不会涨 会不会再继续涨呢 涨什么呢 房价地价税吗 地价税吗 还是呢 车辆的这个税金呢 很害怕 大家现在都很担心 然后呢 我们的央行呢 出手了 就是利息涨了 0.25% 也涨 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呢 如果呢 2024年 万物起产之下呢 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呢 这样的一个世界的 全球的通膨 不光是台湾而已哦 现在是全球哦 所以呢 也希望大家好好的更努力一点 然后呢 我相信台湾人的任性是非常强的 那包括我自己一样 我就是每天都工作工作工作 甚至现在晚上 几乎也没有什么休息 好 我想呢 你还没有把你的才能发挥出来 你将你的所有的才能发挥出来 如果才能不足就继续学习 继续请修 这才是一个对我们自己人生负责的一个最重要的关卡 好 我想呢 不管国家有什么关卡 我们自己关卡要先度过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立法委员网络声量排行榜 韩国瑜呢 461041 黄国昌238905 哇 很厉害啊 黄国昌现在的 这声量排行榜 徐巧昌也有187272 黄杰来到107081 黄定有92233 柯建民有80074 黄山山76170 罗志强718 879 胡思堯56906 护坤旗46845 好 我告诉各位 好坏就是声量 立法委员的声量 好 那么黄国昌跟黄山山呢 排名在第二跟第七名 那么韩国瑜跟徐巧昌跟罗志强跟傅昆齐呢 分别呢 第一名第三名第八名跟第九名 绿营的话呢 黄杰 黄定也超过了柯建民了 也超过吴志强很多 尤其是黄杰一下子爬到这么高 当然他跟他长得漂亮也有点关系 又年轻嘛 然后他那个翻白眼的招牌动作呢 我们大家都还记忆犹新 好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这就是立法委员的声量盘而榜 并不代表喜好度哦 先讲清楚哦 你喜不喜欢这个政治人物 喜不喜欢这个立法委员 跟这个声量是没有关系的 好 接下来 好 韩国瑜呢 主持议会风格 前几任立委呢 黄金平 苏家群 游锡坤有所不同 包括主持朝野协商会议呢 院会会议 接近外宾等工作呢 一举一动都受到网友关注 网路声量远超过其他的利益 他是一个呢 相当有智慧的人 他在处理很多事情方面呢 我相信呢 他高超所管 应该会把立法院处理得相当好 来 接下来 黄国昌 黄国昌 黄国昌担任民众党党团总招职务呢 与黄珊珊两人被戏称为呢 双方 在媒体版面 抢进风头 一言一息都受到嘱目 负面声量远超过正面声量 好 不管是如何的话呢 我相信呢 他们现在呢 因为民众党真的是小很多了 国民党52席 民进党51席 他们总共才80 想想看 比例上 比例上差很多 将近6点几倍 86才48 6点多倍 所以怎么比呢 那不管是对与错 只要他的法案提出来是对的 好的 对我们百姓有帮助 或者他把关的时候呢 对百姓是很好的 我都觉得 应该给予肯定了 来接下来 好 徐晓鑫 素来是国民党内知名的空战高中 新国会开议以来呢 几乎可说 无意不已啊 他每一集 每一个都参加 更率先开直播节目 国会日记 透过直播第一时间呢 评论政治工房的美感 几乎每支影片都累积 超过三万次的观看数字 也相当厉害哦 看来呢 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呢 备受关注 来接下来 好 所以呢 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以免错过最新资讯 林海洋 官方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们有自己想法 看法 我们要期待立法院会更好 立法院可以改革 我们也期待 台湾的政治人物 真的为百姓做点事 也希望呢 我们的总统 未来总统呢 耐心得 能够呢 真正的 替台湾百姓着想 然后呢 我想 他如果要连任的话 基本上 如果第一任做不好 第二任恐怕就没希望 不是 好 那当然呢 我们也期待呢 这些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台湾 不要再有这么多的诈骗集团 我们台湾不要再 再有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 我们台湾呢 希望呢 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面呢 更发光发热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大家